大家好 我是天津一个企业的员工 然后我现在分享一点我的真人真事 我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天津的国用企业呢 全都在混改 别的单位我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我们单位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了 然后18年的年终奖 跟19年的年终奖也没发 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新的单位 然后我就向原单位提出辞职了 但我们原单位 就是规避责任嘛 就得让我写 是因为我个人原因离职 这明显就是让我说谎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因为这件事 我也已经向仲裁立案了 向劳动稽查也立案了 仲裁还可以 仲裁呢 接受我的立案 但是开庭的时间会很长 然后劳动稽查呢 现在也是一直没理我 我这新单位告诉我 如果下个礼拜再开不来离职证明 新单位也不要我了 没有办法呀 我只能向我原单位妥协了 明明不是我个人原因 是他违法不给我开工资 我才离职的 但是他非得让我写是我个人原因 这就是现在大部分劳动者的现状吧 企业的违法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而且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也实在是太不到位了 就是我今天发这段视频也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记录一下我的真真事 在此吧 就是 怎么说呢 生活还得继续 没有办法 想维权 你的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还会带 而且还会对你个人 就是将来的就业等一系列的造成很大的困难 也不知道这种现状什么时候能改变下去 是我儿子那一代 还是我孙子那一代 希望环境越来越好吧 但是 目前来看比较困难 行 拜拜